這張網卡在印度非常的難用 因為它接上了之後 然後大概過了一兩個小時就斷訊 然後要不然就是一直接收不到 雖然這張網卡在日本之類的地方很好用 就是它收訊很好 但是在印度的話真的不推這張 你可以買那個貴一點的 你才不會收那種氣 不過印度本身的網路就非常的糟了 中間的駕駛外跨的左邊跟右邊把它夾在中間 就是很厲害 那一台啊 你可以看到男生會要三分之一在外面 那一台綠色的 黃色的那一台 印度人就是那麼可愛 其實那剛剛也是我派出來的 開玩笑 入機場就等於出境了 所以說 都要過那個 所以街機的人都在外面 讓你登機前一定要經過這些免稅店 你這樣子 就有可能會消費啊 剛才在 那個過安檢的時候 我跟他說台灣 然後 他就看我的護照上面有寫China 還好他旁邊的年輕人會講說 他們是 阿德China 以後你們如果遇到刁難 你們就可以講 我們是NewChina之類的 早有說過啊 這個印度的肯德基 這間價格非常有問題 就是他會給你偷偷的加價 那 我也不想要去做嘗試 我就 吃一些比較正常 像Subway之類的 這看起來也很濃厚的感覺 有點怯悟 最後我決定一隻麥當勞 然後 會睡外加 應該是睡外加 因為麥當勞也給我 也給我加錢 然後 我們來試一下 這麥當勞的味道應該都是一樣 可是他的麥香魚 貴好多 因為這是 內陸還是沙漠的原因 所以下次不要點麥當勞 超不划算 然後你有看到一個綠點 它就是素食的 薯條也是素食的 剛才印度人跟我要10塊 對 然後這樣子 他找5塊比較方便 不會像 那個 歐美人 比較不會算素的感覺 所以 印度的數學還算 好的 對了 還有 沒有牛肉堡可以點 菜單上非常少東西 然後 他也沒有習慣 然後 我故障跟我說過一句話 因為他常常出差出國 現在他退休了 他跟我講說 全世界啊 就是麥當勞肯德基的味道 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不用怕踩到雷 是他們最保險的 可是我老實講 印度的麥當勞比較酸 不是 印度的那個鱈魚堡 麥香魚堡 他比較酸耶 印度的肯德基 對嘛 我把他傻了 我想說 這是肯德基的菜單 感覺比麥當勞好 所以下次來印度吃的話 你可以吃肯德基就好啦 而且剛才同行的有講 肯德基的煙燻雞腿 還蠻不錯的 好啊 我留了那麼多天的鬍子 我會變印度人了 我已經變成印度人了 好啊 好啦 我留了那麼多天的鬍子 我會變印度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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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